赵云 不过少有人知道的是 他的接班人能力也非常的卓越 不但曾立下大功 还得到了刘备和诸葛亮的高度评价 这个人是谁呢 他又接了赵云的什么班呢 三国志官张马皇赵传记载 见兴元年 魏忠护军征南将军 封永昌亭侯 千镇东将军 封侯和拜维将军都好理解 那么忠护军又是做什么的呢 其实这一职位主要职责便是掌管进军 并负责中低级武官的选拔 后来诸葛亮打算北伐 赵云要随军出征 相冲被推举为中领军 接替了赵云的任务 众所周知 禁军是一个国家中最重要的军队 负责的是皇帝的安全 赵云不管是论能力还是论资历 都完全能够胜任 那么相冲又有何德何能呢 第一 在全军大败之时 保全自己的不取 关羽被东吴侵杀之后 刘备悲愤交加 于公元222年 吴劝诸人劝阻 坚决兴兵伐吴 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然而在东吴派出了陆逊之后 战局便发生了扭转 蜀军被右营深入 然后遭遇了火烧连营 这一把大火 使刘备损失极大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他败退的时候 吴军极力追杀 于是蜀汉在损兵之后 开始折将 富荣冯席张南等人战死 黄泉率兵投降 依靠白二兵拼死栗战 刘备才得以逃出生天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 就在蜀汉兵败如山倒之时 有一人创造了奇迹 保住了自己的不取无师 这个人就是相宠 三国志记载 自归之败 宠赢特丸 能够在这种大败中 全身则退 并保住自己的兵马 可见其能 第二刘备诸葛亮对他评价极高 大多数人第一次听说相宠这个名字 都是因为诸葛亮的出师表 其中提到将军相宠 性行输军 小畅军事 适用于昔日 先帝称之约能 是以众议 举宠为都 予以为营中之士 西以资之 必能使行镇和睦 优劣得索 这段话虽然不长 但体现了诸葛亮 对相宠的能力认可 在诸葛亮看来相宠不但性格好 而且军事才能非常卓越 军中的事物可以完全托付给他 并提到刘备也非常看重此人 如果有马素的例子在先 诸葛亮的看人眼光不值得信任 能够被刘备称之约能 也足以证明相宠的确有本事 分析到此处 我们不难得知相宠的确是有能力 成为赵云接班人的 毕竟他性格温和 极得军心统领较为敏感的进军 不会出问题 通效军事又有足够的统兵能力 也足以护卫蜀 蜀汉皇宫的安全 让他担任中领军一职 再合适不过 甚至如果加以培养 他还能够成长为一代名将 在战场上扬名立万 成为蜀汉的又一顶梁柱 然而天不佑蜀汉 也不佑相宠 他成于能使行镇和睦 也败于此事 阎西三年即公元240年 他率兵出征 到汉家地区平定南蛮的时候 因为身先士族而被乱军所杀 实在可惜 据说他战死之后 其手下的将士悲愤交加 拼死夺回了他的尸体 当时的情境堪称悲壮